在国内待了10天回来 有日子没来工厂了 这边这个刚看了一下是 喀山那边2月份有一个未来的游戏 这么一个活动 273天到几时 这个很有意思 在这儿扫一下二维码 扫完二维码之后然后进去之后 然后用这个照相机 照这个前面的这个圆圈 就会在屏幕上面出现 很多的那个选项 3D的 非常有意思 2月份在喀山的会展中心有这个 赛车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 东西挺多的 这又到了 这个海鲜节了 去年 好像是 这个是5月 月的老百元 这个人不要给你喝люч了 我一直有个人 这不是瓶子吗? 不,不,不不 我会有什么 不,不,不,不 怎么会有什么 你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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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龟本小一些 没有去年的大 26号到6月4号 今天第一天 明天周末 最近的这个天气是非常好 今年莫斯科的夏天将是150年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 这个棚子里面是市场 今天现在温度是24-25度 明显感觉到体感温度其实跟国内的30度差不多 挺热的 这写的是国的海红600 这个贝壳是850 对这边的是冰箱是冰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